如果说现在是中俄关系最好的时期 这一点也不夸张 但即便中俄如此较好 在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少反对中国的声音 面对这些反华派 普京两手一摊 或许这就是给这些反华派最好的回应了 大家好我是龟沐缠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在西方的全方位制裁下 俄罗斯不得不提速向东转战略 在此背景下 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没有被西方的经济制裁所压垮 挺了过来 而中方之所以愿意帮助俄罗斯度过这道难关 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 更是因为中俄之间的友谊 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也已经并肩同行了几十年 俄罗斯外长曾评价 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我想也是 虽说中俄之间早已有了几十年的友谊 但任何时期都没有现在交好 说现在正是中俄关系最好的时期 这一点也不夸张 可即便如此 俄罗斯国内仍然有不少反对 俄罗斯与中国交好的声音 存在一些反华派 日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该国电视台采访 在提及中俄关系时 也同样提到了俄罗斯国内的这些反华派 普京称过去这几十年来有很多希望苏联和俄罗斯反对中国的人 但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并且重视双边关系以及近些年来达到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采访中现场画面显示 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还双手一摊 这个动作或许就是对俄罗斯国内这些反华派最好的评价了 而俄罗斯国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华派呢 我想或许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在苏联时期 虽然中国与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期 但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变化 再加上中方开始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规划 中国跟苏联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而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作为继承苏联遗产最多的国家 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 该国国内一些人就不可避免的 会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 对中国的崛起有着一些误解 从而产生一些反华情绪 因此就希望俄罗斯不要与中国交好 其次还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 经济的快速发展 并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在一些领域 例如出售军备等会跟俄罗斯产生竞争关系 导致该国国内一些人出现反华情绪 只不过这些俄罗斯国内的反华派 努力了几十年 也还是抵挡不住历史的潮流 俄罗斯外长的评价 以及普京的摊手 让这些瞎忙活了几十年的俄罗斯反华派 变得更加滑稽 而俄罗斯政府 自然也不会受到该国国内部分反华情绪的干扰 这些反华派的情绪 是受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影响 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 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 不能受到自己主观情绪影响 更多的还是得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因此和中国交好 就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 中俄之间的关系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顶得住西方施加的压力 自然也承受得了内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中俄目前的关系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但绝对不会就此止步不前了 前阵子中方领导人访俄结束后 中俄趁着去年双方在各大领域 都扩大了经济合作的势头 发布了有关2030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的重点方向 以及发展规划 在这份联合声明里 就包含了八个重点方向 一是扩大贸易规模 发展电子商务等创新合作模式 二是大力发展物流体系 完善两国边境基础设施 三是提升金融合作水平 稳步提升本币结算 四是巩固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五是加强协调发展两国长期互惠的供应合作 六是促进创新领域的交流 且是推动工业合作提升质量 八是提升浓面合作水平 可见这八个领域又切切实实的提高了中俄之间的合作水平 且是中俄在2030年前的新任务 因此中俄之间必然还会迎来更进一步的关系 而这些也不是该国国内一些反华派可以阻止的事情 俄罗斯国内特别人的反华心理是抵挡不住中俄交好的历史洪流的 而这也是大势所趋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